大家好,我是一个上ISB十年级的一个学生。 现在,我会介绍给你们我在ISB的一天, 希望帮助你们对这个学校的了解。 因为我的家和学校比较远, 我每天会坐校车, 花大概三十分钟来到学校。 每天,我有四节课, 每节课是一个半小时。 学校就是八点十五分开始, 和三年三十分结束的。 今天,我的第一节课就是英文课。 今天,我在英文课需要读莎士比亚写的奥赛罗, 和要写一个分歧奥赛罗的三文。 我第二节课就是中文。 因为ISB里的学生的中文水平都有一些差别, ISB的高中有很多不同难度的中文班。 我是上PrenioNative, 是中文比较熟悉的学生上的班。 你也别担心了,迈克说。 我才不担心呢, 我最喜欢他当当当的。 我今天需要跟老师谈谈我在这个学期读的中文书, 我正在是准备跟他谈论, 是读着我觉得书里比较难的地方。 汉尼克结束以后, 我终于可以吃饭了。 学校餐厅的菜不是受到每个人的欢迎, 但我觉得比别的国际学校的菜还是好吃的。 吃晚饭以后, 我跟朋友们一起去学校里的图书馆。 学校里的图书馆不只是读书的地方, 但也是一个我们能很舒服地做作业的地方。 有时, 吃晚饭以后, 我们是去学校里的体育跟棋足球, 但最近功课比较忙, 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做没有做完的功课。 然后, 我是上物理课。 在ISB, 你也能学生物学和化学, 但这个学期我是选择学物理的。 现在, 我是写我最近做的物理试验的试验报告。 我这一天的最后一节课就是数学课。 我现在收到了我最近考的一个小考。 ISB的每个课都有一些考试。 因为这些考试对我们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, 所以我们都要为了这些考试好好复习复习。 总之, 我非常喜欢ISB里的每一天, 觉得我上的课都非常有趣。 我推进你们都会考虑考虑在ISB里上学。 课程中, 是 最好的课程中。 我拍摄了。 课程中, 在这里的课程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